歡迎大家收看大師543 來的都是大師,大師來這裡543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這個世界頂尖的雲端服務的公司AWS的台灣暨香港總經理王定凱 還有王總經理來跟我們543以下 我們首先是請總經理跟大家說個哈囉 這個張院長、張教授還有各位大師543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Robert Long 對我在平常跟這個王總經理聯繫的時候都叫他Robert 他這個真的是除了業務很厲害之外 這個也非常有才氣 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這個文青的生活 不過因為我們是數位轉型學院嘛 所以還是要從這個數位轉型這個角度來這個分享起 但是呢大家知道說AWS是Amazon的一家這個算是子公司嘛 那大家都知道Amazon是做電子商務非常厲害 那但是呢AWS呢做雲端服務 在IT這個行業的人很知道 可是可能有一些觀眾朋友不知道 所以我先請這個Robert來介紹一下AWS 不過在介紹AWS之前呢 我要先介紹我們這個王定凱王總經理 他是台大政治系畢業 所以有一次我請他到台大演講嘛 跟那個政治系的同學講說 你看這就是一個標竿 政治系不一定說要去選總統 那也可以做這個外商 而且是高科技外商的總經理 那他之前呢有幾個工作經理 比如說陳舟電子 那是我在年輕的時候很早期的一個電腦公司 他是法國分公司的總經理 那也曾經擔任過Intel Intel的這個業務經理協力 還有亞太區品牌的業務總監 還有WIMAX 曾經Intel想要推這個WIMAX 然後呢也曾經擔任過經濟部的 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的顧問 那他其實在我們在推動 整個通訊產業發展的時候呢 是扮演政府智庫的角色 這個非常的熱心 而且積極 迪光政府非常多的建言 那也曾經擔任過這個上市 上櫃公司的董事 獨立董事 宏基公司自建雲 應用事業單位的總經理 這是他的一些風功危機 讓大家瞭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請這位大師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雲端服務 那我們是不是請這個 Robert先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AWS 是謝謝詹院長 那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剛剛詹院長把我這個業界的一個工作經驗 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是從這個硬的做到軟的 從硬的做到軟的 真的 我前一陣子也一直分享 我一輩子都在賣算力 computing power 以前賣看得見的computing power 現在賣看不見的computing power computing power還蠻重要的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AWS AWS是Amazon Web Services的縮寫 那我們亞馬遜其實目前也都還是一家公司 只是我們的營運相當的一個獨立 那AWS是在2006年的時候 從我們本來是一個內部單位 那開始朝向外部去提供這種所謂公有雲的服務 也是全世界第一家的公有雲廠商 那在我們面向市場提供了7年的服務之後 才有第二家的公有雲服務的公司在市場上面出現 那目前我們的服務遍及全世界 那客人的型態 包括了政府企業 新創 各種不同類型的 那橫跨各個不同行業的公司 那台灣可能比較了解比較知名的 像Uber Netflix Airbnb Pinterest 這都是我們二手能強的 這個新創客戶 是是我聽說像日本政府 那個美國那個也是非常confidential的那個什麼NASA 好像也都是你們的客戶 是的 我們提供各國的政府的相關的服務已經有相當的時間 那剛剛這個張院長提到了美國 譬如說美國的國務院 美國的國土安全部 美國的農業部 財政部 美國的太空總署 美國的國防部 甚至美國的中警局 都是我們的客戶 是是是 所以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大家都覺得說 私有雲放在自己家裡比較安全 對 但是你會發現說很多的政府單位 其實也都在採用公有雲 就表示說 這件事情不是大家想像 就好像早期的時候 我們錢都放在家裡 可是現在不知道 大概只有貪污的人才會把錢放在家裡 其實他大部分都放銀行 那銀行也不是你家 你為什麼就放心 這樣很類似這樣的概念 是的 所以正如張院長提到的 就早期銀行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大部分人覺得說 我把這麼多的現金報去換成一張紙 上面寫幾個零 是不是很牢靠 但時至今日我想不靠銀行的話 企業根本就沒有辦法運行 所以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做 這個在整個金融圈裡面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很清楚 但在關於資料的處理 保管分析應用等等 這件事情上面 我想這個全球 包括我們台灣市場 才慢慢的主管機關也好 企業主也好 才理解到說 原來工員的服務 它已經跳脫了純粹的運算跟存儲 已經非常遙遠了 包括現在的所謂的量子運算 包括衛星服務 包括資安 甚至包括現在的AI等等 它很多都在工人員上面 可以找到相關的服務 是是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針對這個部分 來請教這個Robert 現在的一個情況 不過他從那個Robert的說明 以及我剛剛介紹他的資料 剛剛他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他還蠻前瞻的 我們都說我們現在 以前是賣硬體送軟體送服務 現在大家有沒有發現 幾乎都是賣服務送硬體送軟體 所以以前硬體是主流 慢慢可能就跟他講說硬體是主流品 慢慢變附屬品 之後變贈送品 現在未來可能會變收藏品 不過從服務當家的情況之下 這個我們Robert從這個 哇賣硬體 一路從這個ADI 乘舟 然後一路賣到這個CPU 然後現在來賣Service 所以是隨著這個時代的眼鏡 Paradigm Shift 他也都抓到這個潮流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可以來簡教他 為什麼可以掌握到這種趨勢 所以我們回歸到數位轉型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數位轉型這幾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好像都加速了 但是呢 以目前這三年的狀況 甚至說台灣產業發展狀況 你覺得台灣產業現在數位轉型的狀況 你感覺是進展如何跟國外的比較 那你覺得還有哪些地方呢 是可以進一步的強化的 是的 謝謝縣長 我個人的觀察 在台灣我們過去幾年來 針對數位轉型這個題目上面 的確有看到相當的加速的趨勢 那首先第一點 就在疫情之前 很多的企業慢慢都了解到了 這個數位轉型的一個需求 因為新的科技 新的商模 新的應用模式 甚至新的消費者的年紀 慢慢這些年輕人都到市場上面來了 所以他們對於網路的一個理解 對於整個企業的經營 跟全球的競爭的企業非常大的變化 所以在疫情之前呢 這個數位轉型的題目 就是一個我們跟客人合作 經常會協助客人去解決的一個問題 那這件事情到了疫情期間 其實被加速了一次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怎麼樣停課不停學 然後可以正常的上班 在家上班 然後正常的出貨 那這個時候呢 更多的企業主 甚至政府 主管機關的很高層的負責人 發現說 怎麼會有一些人他可以運作順暢 然後有一些公司 有一些單位 因為他就卡卡的 甚至停擺 那這個時候就發現了一個 我們叫做科技載的東西 就是說 你用舊的武器打新戰爭 就是這個 敵人在用槍炮 你還用大刀 那因為以前都不知道 所以碰到這黑天鵝事件的時候 其實就嚴重的挑戰了公司 對於在後面整個支撐營運的一個技術能量 所以這件事情就再加速了一次 然後一直到經濟學員 也一直強調說 資料 這個數據 Data is the new oil 數據是新石油 怎麼樣在新的石油裡面 挖到這些新的套金 不管是現在流行的這個AI Chair LGBT 甚至整個全球的整個政治經濟的一個局勢 對抗 其實這後面都跟科技有相當的聯絡性 所以把整個這個 Awareness 就是大家的一個 對於這件事情的一個重視程度 做了一個很普遍的提升 所以剛剛這個Robert提到一個很有趣 就是說 其實新科技已經有很大的進展 但是我們因為不了解 所以好像義和團一樣 人家都已經用槍砲了 我們還在用大刀 這個我聽過一個是最有趣的 就是說 以前我們很多的運動 教練都用筆記本在做 但是美國的運動 都已經做到很多的科學儀器 在做偵查 做各種的統計數據這樣 所以說 人家都上太空 我們又在台地公 大概是這樣子的類似的概念 也就是說 但是你也提到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Awareness 就是說大家在這個事情上面 已經認知也比較重視 可是我覺得這個重視這件事情 好像對 它是不是全面性的了解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的說 最近像Chap GPT AI來了 或者是說 像最近很多的詐騙啊 那這個在雲服務上面 也是有一些相關嗎 是的 院長這個問到了非常關鍵的一點 其實我們先從詐騙資安講起好了 資安的問題 詐騙的問題 其實不管是詐騙者 駭客等等 這些違非作歹的人 他其實都是從網路來的 是 所以呢 其實在整個全球資安行業裡面 現在最熱門的 那需求最大的 就是這個端點的防護 Endpoint Protection 所以在這個Endpoint上面 各位想想看 隨便一個簡訊 你按下去 就完了 然後就中招了 而且他也不一定完全發作 馬上發作 他可能在你的系統裡面 蹲很久 那循著你的系統 侵入到公司裡面去 所以過去的這種 資安防護的概念 比如說 我有ISO 27001 我有VPN 我裝防圖軟體 其他是一個靜態的防護 那在疫情的推波助欄 然後Bring your own device 大家上網聯網 然後為了要爭取效率 跟方便 在你的機器上面 都可以處理公事的這件事情 就給了這個駭客 很多的可勝資金 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駭客從網路進來 你跟他不能武器不對等 所以就怎麼樣 你從網路這邊 要跟他做一個好的工房 那同時 在這麼多數據 累積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去快速的去偵測 怎麼樣去因應 怎麼樣去回復 那在這個網路上 在公文園上面 都提供了很多的解決方案 讓這件事情 可以就是說 第一個 我提供24乘7的 全天候的即時防護 同時在有異常現象的時候 可以馬上警告 那真正事情發生的時候 可以很快的 去做一個阻隔 跟這個災害回復 所以我想 從這個資安的角度來講的話 公有雲就起到了 對 因為如果自己 在家裡搞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搞得 這麼 這麼 滴水不漏 是 所以我們 其實給企業主 一個很簡單的建議 因為那個金管會 有要求 他當然分階段實施 就是說 上市上位公司 要聘用這個資安長 因為過去太多 資安的勒索事件 對投資人的權益 應該都要有一個 好的保障 所以這種 算是重大需要揭露的事件 過去因為 大家的資安的概念 可能都是兼著做 都是IT兼著做 所以管錢的 跟管帳的 應該要分開 所以是資安長成立 也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很多的企業主的朋友就說 哇 這個那資安長 這個要應徵他的人 是董事長跟總經理 對吧 那董事長跟總經理去面談 這個 這個整個技術的背景 可能都沒有去 真的 那所以我們就給 這董總一個很簡單的建議 就是說 要找打過的 要找打贏的 要打過打贏的 對 那不能只找打電話的 對 就是 資安事件發生的時候 你其實才開始去打電話 叫Vender來 這個事情其實會整個 延宕了你的 資安的攻擊防禦 跟回復的策略 就好像 我舉個例子就是 如果你沒有過去的這些病例 然後忽然之間 發生了一個重症 送到急診室的時候 那急診室一開始 他不認識你 不了解你 沒有你的病例的時候 他只能夠從頭到尾 什麼該做的檢查 趕快再做一次 了解狀況之後 他才能夠對診下藥 OK 所以剛剛Robert提到的說 其實是防範與未然的概念 就好像我們常開玩笑說 我們現在健保都是在醫病 就是在那個事情發生之後 那剛剛Robert提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概念 是不是說 還沒發生之前 事實上我們都做好防護了 盡量讓他不要發生 就好像說 讓大家千萬不要生病 除非不得已才生病 但是一生病其實是很麻煩 所以平常就應該做好保養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那你剛剛有提到這個 有關AI的部分 那這個雲端服務跟這個AI之間的關係 是 謝謝任長 其實這個也非常重要 我舉一個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科目 也是台灣的這個知名的一個一個企業的台塑 那台塑其實他跟我們有很多的AI的專案的合作 我們最具具體的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 我們跟台塑說 盛高 盛高是一個 跟日本合資的公司 Sumco 那他是台積電的上游 就長金柱的 那長金柱 然後切成晶圓 切成那個PXIE 一片一片亮亮的 就開始去投產 那他之前是用這個 人工的這種瑕疵檢測 那跟我們合作就用人工智慧去做這個檢測 那良率之後從97%提升到99.999% 然後從每天人工檢測5小時 之後用了AI 用電腦去幫他做檢測 5分鐘就做完了 那這件事情給台塑做一個蠻大的learning 是什麼 就是說你發展AI有幾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是你要有computing power 你要有算力 你要有這個算力 然後一直去訓練 一直去訓練 然後從這些參數的調整之後 最終你可以找到一個最佳的算法 大陸叫這個算法 算力跟算法 就是演算法 演算法 那我要跟各位觀眾朋友建議的就是說 算法是賺錢的 算力是花錢的 就是說你要發展AI的時候 你沒有算力 你完全沒有辦法發展AI 電腦要一直算 但是他不一定算得出結果 你這講到GPT 有多少個server在那邊 要開掛這一集 所以說台塑他一開始 就是他本來買機器自己算 但是因為一直算不出結果 那算不出結果呢 這個IT單位就不敢跟公司說 我們要再買機器 那造成什麼現象 造成像以前我們用電算中心 大家要在排隊等電腦用 好多project 你這個project丟進去 算出來 這個結果不合 我們要再算一次 不行你要落到最後面 排隊再重來 就好像我們以前拿卡片 拿卡片 要等著去進電腦 要去弄 所以 那就變成是機震彈誕生機了 那同時就是說 你想想看 你這麼大量的這些數據跟資料 你一台電腦算10天 那你10台電腦 只要算一天 就是很簡單的數學 那不過就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把很多的資源 拿去買電腦 那你的電腦就可能 第一個是你Idle的情況很多 Utilization可能不夠多 或是你的電腦都一直買 那摩爾定律對不對 18個月後 人家就有Double speed的電腦又出來了 所以你永遠就在用舊電腦去算 是 同時企業的資源有限 我把錢都拿去買電腦的時候 我又有多少錢去可以投資人腦 那剛剛一開始我們講的 值錢的是演算法 對沒錯 對吧 那算力只要花錢買就有 軍備競賽 無敵前坑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後來台塑呢 就跟我們做過了這種AI的案子之後 他就不買電腦 那反而是 像我們就是你要 Focus在演算法 Focus在演算法 把錢投資在他人腦上面 去解決他的問題 那電腦這種東西 我上網我買就有了 我不需要買著 固定資產在那邊做資本攤體 對 這個非常重要 其實從企業主的角度來看 做個IT的投資 只要算我們叫做Total Owner Cost 是的 就是說你買了這麼多 那Server還有冷氣啊 還有Location啊 還有這其實是要一起算的 不是 然後剛剛講的18個月之後 這個電腦搞不好就淘汰了 怎麼樣去用 就是我們只要會用 不需要說去買 就好像說我們要喝牛奶 真的要去搞一條牛嗎 這個我想這個概念上是很類同 那但是從這樣子的發展的角度來看 那你還沒有看到說 整個台灣企業主 或者政府在推數位轉型上面 就是這兩個方面 有沒有什麼需要突破的瓶頸 是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我們現在也看到一些gap 那這個gap在哪裡呢 主要就是說 我們現金 不管是商業上面的競爭 還有我們講這些geopolitical 這些tension 其實它很大的核心都繞在資料上面 就是data 那我覺得包括政府單位 也包括我們民間企業 也包括新創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想清楚你的data strategy是什麼 如果經濟學員說 資料是新石油 那我們針對這個新石油 怎麼去掏金 怎麼去挖到石油 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要有哪些的戰略 那你一開始思考你的資料戰略的時候 你一展開 就會方方面面就會開始思考 譬如說 我的資料庫 是不是夠彈性夠通通 我的資料庫是不是可以被彈性的應用 還是說我的資料庫格式不同 相互之間資料交換不容易 那更不要講 你要進一步的去掏金做分析 那是不可能的 這可以分兩層面 一個是說 因為新創它比較沒有data 是 但是用data的 舉例來講 我一次在這個論壇主持會議的時候 一個單位叫八方雲集 一個單位叫玉山銀行 很多新創 那時候就問這玉山銀行 就是說你們很多data對不對 那新創沒有data 但是他們有一些新創的技術 怎麼合作 你們願意跟他合作嗎 就剛剛講 一個是新創本身 你說他如果要data strategy 可是他沒有partner的話 他怎麼會有data呢 再來呢 是 那如果是像玉山銀行 這個自己 像玉山銀行是很有錢 因為銀行嘛 那當然他可以養很多人在做這個事情 那新創是不是可以介入呢 也不知道 那你覺得看到的情況是怎樣 是的 原來提到這個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所以我也舉一個在我們生態系的一個例子 其實我們經常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媒合有新技術的年輕團隊 新創團隊 因為年輕人他對於網路的操作 我們叫數位視獨立 digital literacy 是 我會把它叫數位素養 對對對 沒錯就是數位素養 就像你的這個文青素養 那這件事情由我們的觀察 因為網路才這個蓬勃發展 也不過一二十年的歷史 所以其實digital literacy 是越年輕的人越高 可能是網路延伸世代 所以我都常常要跟我們內部 這個年輕的這個同事 年輕的銷售同仁去 了解說他們在這個上面的一些觀察想法 那來跟我們分享來學習 我最近也覺得跟年輕人真的差好遠 但是他們真的是 他們是原生 是 非常的容易 非常速度非常快 那老康康真的要跟他們學習 是是 所以這塊的確是 就是說 那我們的這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就希望這一部分能量 能夠借接到各個不同的政府單位也好 企業單位也好 那我舉一個我們比較有趣的例子 剛剛因為 剛好院長講到這個金融單位 我們就在高雄 跟國泰金控 成立了一個高雄跟國泰金控 跟Adabs 這種 金融的聯合創新中心 那為什麼我們做這個事情呢 就是剛剛院長講的 第一個 你這個金融業本來你的Customer Base 你的客戶的整個基礎 整個這個客戶的數本來就很大 那加上經營很久了 你有相當多的資料在手上 但是對於創新技術的應用 這部分跟網路上面的這種 還是網路原生世代的一個擅長 他們專長的 那高雄市政府也非常認同 就是說 哇這個有國際級的這種 雲端的服務公司 也有行業裡面的領頭公司 願意跟高雄在整個金融新創上面 找到突破點 所以我們跟這個 陳市長 跟國泰金控 我們就在 雅灣嗎 我們就在雅灣 對 成立了這個Casific的這個 金融創新中心 那剛好這個名字也很有趣 KACIFIC 高雄 A就是AWS C就是Café 那為什麼剛好是Café 它跟那個Pacific 是有諧音 是太平洋 那這是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說在我們雲的世界裡面 是沒有地理區域的限制的 對 像我們的客戶 FuPanda Uber UberE 都可以跑來台灣提供服務 為什麼我們台灣新創 不能夠面向全世界提供服務 對 更不要講說高雄的子弟 需要來北漂 不需要北漂 不需要離開心愛的家人 對不對 直接在高雄創業 就可以出海 聽起來要選市長 哈哈哈哈 開玩笑 開玩笑 所以就是說 在雲的世界裡面 市場是無限的廣大 所以我也要藉這個機會 跟我們的新創朋友 透過我們詹院長的節目 來跟大家建議 就是千萬不要把你的市場定義太小 在雲端世界裡面 沒有人跟你說 你不能夠在全世界做生意 但是當你市場的定義太小 你的Product Market Fit 太小的時候 你可能到最後走出去就很困難 沒錯沒錯 對 所以怎麼樣把台灣當作一個test bag 然後把它鍛鍊得非常好 然後把這個雲服務 可以啪一下就到全世界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所以剛剛那個Robert有提到說 他們有一些媒合服務 怎麼樣能夠去把這些 這個很不錯的年輕世代的新創的技術 可以跟這個需要端可以去做媒合 那我看你們好像也跟政府有做一些 不少的一些合作 所以我們剛好講到這件事情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跟中小企業處合作的 中小企業處其實它輔導台灣 這100多萬家的這種中小企業 那這個族群是非常的廣大 那剛剛院長也有提到 就是這個數位轉型的 這個awareness 跟需求 從大企業一路延伸到小微企業 所以中小企業處 他也非常積極地想要協助我們 所有的廠商來做一個轉型 所以有一次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給中小企業出一些建議 原本他是希望說能夠針對這種中小企業 去做一個資訊化程度的分類 但是現在因為速度可能很快了 我就跟他們舉例 就是說那如果賣蠻米酸 臭豆腐的就上了這個UberEat 那算是哪一類 那馬上就跳到國際的平台了 所以整個出貨 訂購送貨 就已經有一個第三方提供它很完整的服務 所以與其去做分類呢 是不是讓這個中小企業處可以去思考 就是說一方面在需求端上面 我們有100多萬家中小企業 但是在供給端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台灣優秀的新創 他們其實可以面向這個需求端的這些中小企業 提供服務 等於左手右手都是中小企業處 新創也是中小企業 所以呢 中小企業處他們就也接受了這個建議 他們在供給端這邊呢 就做了一個簡單的這種 qualification process 讓符合真正的創新應用的 能夠解決這些中小企業問題的 這樣子的廠商 不管是新的 不管是舊的 就讓它變成是 這個具有合格的供應商 然後建議這些中小企業 向這些的供應商去取得服務 後來我們有很多的新創的朋友 新創的公司 新創的客戶 就在這裡面呢 就有相當的一個業務進展 所以不但協助了台灣的中小企業轉型 同時他們也在台灣的場域裡面 做了很好的落地 那透過政府的資源 取得了他們可能第一桶金 那成為他未來到海外拓展業務的一個很好的基礎 是其實 剛剛好像是說有一個什麼媒合小冊子 我說基本上說透過這個媒合服務 他這個有一個中小企業數位轉型的媒合服務 透過這個媒合服務呢 把很多的新創技術應用呢 全部提供出來 當然這個是經過這個一個資格審 之後才提供 然後希望說很多的中小企業呢 可以應用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剛剛Robert提到了說 政府希望輔導中小企業 但是呢 其實怎麼樣能夠也要幫助這些新創 那怎麼樣讓他們 彼此都有需求的情況之下 讓他們可以這個 together 讓他們的這個需求可以得到滿足 然後讓這個我們的新創呢 有一個testback 然後將來就可以啪這樣出去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solution 可以來進行這樣子 好這個是我們剛剛提到的一個 整個服務的一個情況 那我覺得其實整個數位轉型 mine set也蠻重要的嘛 就是說剛剛你提到有中小企業 那中大型企業 其實我覺得老闆有時候要換腦袋嘛 就是說這個 我感覺啊 因為我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說 數位轉型要周儲除傷害 因為你知道我們現在很多企業 很多第一代都累了嘛 對 要交班給第二代 然後呢 但是又不太放心 那第二代你剛講的 哦那個原生世代 其實他對那個網路很理解 然後呢 對這個 可是要投資的時候 錢都是老爸在管 所以在投資上面 那你對於 像這樣子的一個 整個轉型的情況 對mine set要改變 你覺得應該怎麼樣方式 才比較有機會 可以突破這些點 是的 謝謝院長 我們也經常就是說 一方面受到 這些二代轉型的 各個單位的一些邀請 跟大家分享 那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碰到了很多公司 他就是二代在推動 然後一代在後面的一個協助 的一個這個案例 指導 指導 對 所以的確是 generation 在這上面呢 seal gap 那我們的解決方式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跟亞馬遜的文化有關係 就是說 以這個新經濟來講 我們常常喜歡講 這個舊經濟 新經濟 那為什麼我們去做這樣的區分呢 就是在舊經濟裡面呢 經驗非常的寶貴 關係非常的重要 所以老闆啊 自身主管啊 他透過他的經驗 一直複製一直複製 那以前的生態系列比較固定 對 我跟誰競爭打了幾十年 他出什麼招 我都很了解 這很重要 但是這個時代 某種程度已經 就過去了 那現在是一個新經濟的時代 為什麼我講新經濟呢 就是第一個是 剛剛我們講到很多的 因為這個網路的崛起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年輕朋友 新創也好 我們年輕的一代 他是網路原生時代 是 他事實上十一住行娛樂 通通可以在網路上面解決 對 所以他們的digital literacy 的程度非常的高 好 那這個都不在 舊經濟的老闆啊 創業者啊 Founder的經驗裡面 所以他們的digital literacy 相對比較低 另外一個是 現在這個新時代呢 我們就看到很多的黑天鵝 那用現在鄉民的語言啊 就是爆紅 網紅 是 因為以前你要紅 要有經紀人 是 要有特定媒體 現在不需要 對 現在你只要 能夠 抛議題 能夠抓到一些電影 那有些人是很會操作 但有些人就是莫名其妙 素人網紅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新經濟其實 他造就了這個現象 那其實也是因為這樣子 造成一些挑戰 就是說那我怎麼樣 想紅的很多啊 但是怎麼樣會紅 長紅 因為會紅就會黑 對 會上去就會下來 所以會紅長紅 這件事情呢 都需要靠什麼才會知道 經驗當然有一些參考價值 但是 黑天鵝也好 網路這種難測啊 這個民意如流水 消費者也好 選票也好 都是如流水的 都可以很快速的變化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有幾個重要的概念 就非常重要 第一個是 我們需要更快速的迭代 因為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 然後你不知道什麼會紅 但是其實我們看不見的網路世界裡面 通常對有一些 aggregated 的一個opinion 就是大家喜歡什麼事情 他可能本來就在那裡 只是你沒有數據 就把它挖掘出來 另外一個是事件型的 忽然什麼東西出來 得到大家廣泛的重視 而在這個事情上面 聲量 討論 跟重視的程度 最後促成了在實體世界上面 一定程度的修改 甚至翻盤 這個都是新經濟的現象 所以如何透過 更快速的迭代 去把這個 現在最大的公約數的需求 去找出來 是需要靠什麼呢 需要靠實驗出來的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 像我們做產品的 以前對不對 點石成金 說這個會飛就會飛 說這個會紅就會紅 所以一切按照這個計畫進行 那現在不行 那取而代之的就是 你要透過更快速的試錯 然後把這個 MVP做好 Minimum Viable Product做好 是 那等到實際一來 在這個飛輪裡面 看到它開始有一點起色的時候 再趕快加柴火 讓它飛得更大 那這個東西都需要什麼呢 低成本高效率的試錯方法 那以我們在新創圈 跟我們的操作思維 我們從2006年開始 全世界超過這個八九成的 獨角獸公司 都是跟我們合作 我們觀看到非常非常多這種現象 怎麼樣把這個輪子去給推動起來 它是透過試錯的 所以我們就非常鼓勵大家去做試錯這件事情 但是剛剛有講到二代轉型 一代跟二代 第一代最怕的就是 我建立起來的基業 你把它搞砸了 對不對 我這好不辛苦幾十年打下來 怎麼可以讓你這樣亂搞 所以我們的試錯並不鼓勵 這種傷筋動骨的試錯 我們叫做雙向門 英文是二 way doors 就是說你要去試試看這個 試試看那個 你才知道哪個會飛 哪個會紅 但是你又不能夠搞那個傷筋動骨 傾家蕩產 你走過去失敗的時候 還可以走得回來的 這種試錯 所以包括我們的雲服務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雲服務就是一塊一塊的積木 透過堆積木的方式 透過你的想像力創造力 去解決你想要解決的問題 同時看到它有起色的時候 像我們這種安需收費人 你不需要買一大堆伺服器 你不知道全球去做什麼部件 那怎麼得了 你光還沒有生意的時候 你到處要去嫁機房 成本就很多 對成本就很多 所以是這樣子慢慢把費論轉起來 那基本上我們碰到很多的一代二代 在這聽到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精神跟方法 就是一個亞馬遜成功的一個本身的一個方法論 那大家就非常願意去做嘗試了 那就可以讓嘗試這件事情在組織裡面動起來 哇這個其實非常重要 我覺得剛剛大家應該上了一堂課 就是尤其是舊經濟 轉到新經濟的時候 整個mindset如何調整 就是尤其快速迭代的這個變化跟環境 我們怎麼樣能夠透過快速的試錯 然後能夠趕快去試驗 但是又不能傷心動骨 讓自己原來的根基受到損傷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嘛 說以前是硬體是主流 現在服務是主流的情況之下 你應該有什麼樣的mindset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大家有提到說 突然這個網紅爆紅 我就想到因為我退休之後 這個很多的學生都說 老師你很適合當網紅 我說不行 為什麼因為我很多的這個研究同人告訴我 他說他們研究過網紅 就網紅要紅基本上要有兩個特質 第一個呢 關鍵成功要素 第一個一定要有一張 英俊與漂亮的臉 就像我們Robert這樣子 第二種呢 就是要不要臉 那我說這兩個都沒有 所以很難做這個事情 所以就是心情記 這個我也跟院長分享一下 我本來也是這樣以為 但是呢 你知道我們亞馬遜有收購了一家公司 叫做Twitch 他是一個年輕人非常喜歡的平台 在全球市占率也非常高的 排在非常前面的 我有一次也是問我們Twitch的負責人說 我看你們上面要當直播主啊 大概就是要幾個特色 對這個事業特別積極的 特別帥的 那或是說有一些什麼特殊才藝的 所以是不是臉蛋漂亮是低元素 顏值 顏值 擔當一定有他的一些網路的效應 但是我們Twitch的負責人這個Mona跟我說 有很多直播主在我們上面 第一名第二名 他是從來不露臉的 喔是喔 喔是 所以 那就是不要臉啊 對對對 那從來不露臉 那所以說他其實在網路上面 可以吸引眼球的人事物啊 顏值當然是其中之一 是 身材是其中之一 但是他可能還有其他更多的元素 這就跟剛好可以跟Robert談一下啊 因為那個Robert除了這個工作 看這麼專業對不對 從新經濟 從舊經濟一路這個轉戰到新經濟 一路這麼厲害 然後呢 他剛剛提到很多的直播主 都不需要出現臉 他有時候不出現臉 出現他的大提琴 大提琴 然後呢出現他寫的毛筆字 嚇死人了 這個竟然可以寫的這樣子 然後呢 每年過年的時候呢 他都到那個迪化街 去學那個當大的第二春 我開玩笑的 他就送這個同仁 真的很厲害 怎麼有這麼多才藝啊 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怎麼樣去練習 怎麼樣去找時間 還是這個以前 是最近練的 還是以前年輕就到現在 是 這個院長 講到 這是五四三 好這五四三 其實是我個人的興趣啊 那書法大概是 比我這個 學幾年了 學20年 哎呦 就是他現在還在上課 哇 所以你十歲就開始學書法 哈哈哈哈 這麼厲害 所以我就是 一方面可能我的興趣 比較靜態 所以我對 音樂對於書法 就很有興趣 音樂可能更早 我在學20年 所以你現在有 除了寫給同事之外 有發表在什麼藝廊啊 或者這樣嗎 是沒有 我有 有一個故事 是我在那個亞馬遜上面 有出一本書 哦 那這本書就是 你的書法 對對對 我用書法 這麼讚 那其實它剛好是我本來想要 那時候我還沒有進亞馬遜 那我覺得這間公司很特別 然後它是搞電子出版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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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趣 那我們不是這種 像 院長是這種 專業的 這種 可能分析啊 那所以你的出版品 就會受到很多人的一個 關注 跟這個閱讀 購買 但我們就是素人 那我是覺得說 哇 這個 素人也可以出版 對 那我也是在想說 我是不是有第二春第三春 培養第二第三專長 是 那就 去做了一個 書的一個出版 那我就follow就是說 它的所有的規範 因為因為亞馬遜 哇 電子書今天是不是 等一下說 有來加一加一的 我們就送給他那個電子書 是 是 不錯 所以就是說 我就去做一個嘗試 然後就發現 就是說 這是一個旅程 我想要了解這個公司 它在電子出版上面 怎麼樣會造成群球這麼大的衝擊 是 所以就出了一本 就是它最低規的 要有36頁 5.95塊美金 然後就是上面做出版 它會自動幫你生產ISBN 那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興趣 不錯 真的 看 可以自己就出一本書 然後在全世界上賣 你看 今天又幫助大家找到一個第二春 哈哈 剛剛講了最少36頁 對 好的 然後最少賣5.95塊美金 是是是 不錯不錯 好 那這個大提琴呢 這練多久了 我其實我很喜歡音樂 那因為很喜歡音樂我就會幾種樂器 我會 除了大提琴 還有 對我會小號 會薩斯芳 會小提琴 會打一點爵士鼓這樣 哇賽 太神奇了 那你有表演嗎 就是主樂團表演嗎 主樂團以前 還是街頭人 比如到淡水區 是我想說那個 找個時間要去考一下真相 哇 這不錯 因為我昨天跟我一個老朋友 以前陳欣 陳欣的那個董事長 那練了7年的薩斯芳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剛做完一個表演 就是找了一個場地 然後60個朋友啊 一起來 他們每個禮拜都練 那因為以他們這個年紀 他就大概退休幾年嘛 他大概大我七八歲 然後他就說他 這一群人以前都還沒有民歌時代 他就是在聽他台大點擊系 所以都在聽西洋歌曲嘛 所以他們練的都是那個西洋歌曲 是 所以在那邊 就是懷舊商機 是 是 因為他是做生意的 以前在那個愛西設計 是 那個很厲害的公司 他就在想說 哇 現在這懷舊這麼多 因為他去借場地啊 才發現說場地都是滿的 然後都是自己在那邊表演 然後主樂團在弄 都是這種年紀的 是 他就說哇 他可能將來要弄一個代辦所 什麼代辦所 就是以前 出國留學都有代辦的留學 是 現在有的是 你如果要圓夢 就是要這個唱歌 要主樂團 要這個音樂會 那就幫你從頭到尾 全部幫你搞定這樣子 對如果你有需要 你可以通知我 哈哈哈 不過真的是很了不起 這個 這個文武全才 真的是太厲害了 不過我最後想為 這個觀眾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剛剛提到說 你想要了解這家公司嘛 然後你弄一個出版 然後最後你就進來了 如果這個觀眾朋友想要進AWS 你覺得他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特質 比較有機會 因為我們這邊有很多 我很多台大學生 政大的學生 都很想進這個外商 尤其不要講AWS是首屈一指 是 怎麼樣才有機會可以進來 是 我們也非常鼓勵就是說 不管是年輕的朋友 或是現在想要轉職的朋友 有未來有機會可以加入我們 因為我們原端的發展非常的快速 各行各業都有需求 我剛剛講到政府 各個行業 新創都是 所以其實我們 向下雜根 現在在全台灣的大學 跟高中 我們過去這些年來 已經培養超過10萬個同學了 是 那當然我覺得 這算ESG 是 對那給大家幾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 你對於這個技術的熱情 那怎麼樣透過這些技術去解決問題 那各位可能 如果能夠有實作 沒有多一些想法 甚至能夠去準備這些證照 我想對於我們的熟悉度 會更加的一個提升 那其實更重要的是 亞馬遜的整個招聘的過程 其實在尋找都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的招聘呢 不是一個人說的算 就是說那個聘用單位 Hiring Manager Hiring Manager看你喜歡的 看你對眼的 就用你 沒有 那我們是有一個好像這個 我們叫做這個 Hiring Loop 好像一個 一個公司 對一個公司 每個人都會面對你 那這個每個人都要面對你 那這個每個人都要面對你的時候 都要大家都要有一個 consensus 都要認同才可以 那這個認同裡面呢 他在面對的過程當中 最後會問到很多在文化上面的元素 就是我們在尋找跟我們氣味相投的朋友們 那什麼樣叫氣味相投呢 我想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有這個公司的這種領導力準則 那我們的領導力準則可能跟很多公司都不太一樣 每個公司都有它的領導力準則 那我們在文化上面有我們的領導力的準則 那就這個在領導力準則上面 你有什麼樣的一些應用的場景跟你的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 那最後如果我可以講一個我個人最喜歡的題目的話 可以借這個機會給大家分享 我反正解題一下 以往我們的招品 我在業界 在我在進亞馬遜之前 包括現在還是很多人的思維都是 我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 我要講我多厲害 我要講我多成功 我要講我做過多大的營業 帶過多大的團隊 一路都是很成功的高大上這樣子 但是在亞馬遜我們不特別重視 跟就是說好像覺得這件事情有特別重要 那反過來我非常喜歡聽到你有多失敗 我們非常喜歡失敗的例子 所以那個渣男也可以來應徵 這個當然就是說我們講的失敗 因為我們的文化我覺得是跟東方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講失敗為成功之母 但我們的社會其實不太允許失敗 對對對 沒錯 所以你剛剛講試錯嘛 就是要快速試錯 學到經驗馬上改 所以我特別尊重那種你可以有大失敗的人 譬如說我之前我跟公司提了一個案 叫公司拿100萬美金出來給我做試錯 一個公司要拿100萬美金給你去試錯 你該說服多少人 那你這說服的過程想必要準備相當多的一個材料分析 到最後這麼多人都關關 你過五關斬六槍之後還失敗 這個100萬美金的lesson 是買不到的 對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說真的要養成一個文化就是允許失敗 然後呢要從這個失敗當中學到什麼lesson 這個其實是非常關鍵 所以我碰到很多很優秀的學校 我的校友學弟學妹們 他從來沒有失敗過 想不出差有什麼失敗 那我就覺得比較無趣一點 對對對 那允許我們這種常常失敗的高年級實習生 我們所有的年級跟性別都是一字同仁 好這個是官方用語 好這個今天真的是非常謝謝 時間實在是太短了 你剛剛從這個訪談當中 你知道說這個Robert有非常多的這個人生的經驗 還有包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體悟 真的哇這個非常豐富 都很值得大家參考跟學習 尤其Amazon的文化 我就覺得對於我們未來要轉型 產業升級轉型是非常重要 就怎麼樣能夠利用這個新經濟的特性 然後呢快速的迭代 然後在不管是在技術上面 或者是在這個文化上面 能夠趕快的調整 讓我們可以在這個新的經濟當中 能夠去存活脫穎而出 好今天非常謝謝這個Robert 接受我們的訪談 我們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可以跟他一起來交流 但是不要忘了 如果你對於他的電子書 書法電子書有興趣的話 你記得在上面寫加一 加一 那我們就會送你一本他的電子書 注意喔5.69美金 而且是其實他學了 應該有二三十年的這個書法 字節 對他還在學 我每次看他臉書的那個 真的是嘆為觀止 所以將來有機會的話 搞不好這個東西變成藝術品 然後這個大家這個可以保有 雖然沒有辦法有AWS股票 用他的這個這本書呢 將來搞不好可以賣錢這樣子 好這個非常謝謝這個Robert 我們今天的大師五師三成功 來成功 謝謝詹院長 也謝謝各位觀眾 謝謝Robert